恐嚇也好長一段時間 那這些字眼其實嚴格來說 就是非常不入流的文字 包括殺家人 有一天我回到家裡面 老婆孩子死在床上 像這些 有的時候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 認為這種人躲在鍵盤後面講這些恐嚇的 這些語言文字 完全是不入流的 第一種反應 第二種反應就是報警 我覺得每一個當事人 可以自己採取哪一種方式 像我過去我都隱忍不發 像這麼不堪入眼的文字 這樣子攻擊我的家人 我從來也都不講 今天是看到我們檢議員在議會這樣子來 發出他心中的悲憤 我才把我親身經理也講出來 那我覺得像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希望所有網路上的愛好者 在用字譴詞的時候 一定要遵守法律的規範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事實上這個包含我們 同黨的邱宇軒 這個議員 昨天也發表的 連這個市長 就是康林等於說 就是最近的歷史 有四年之後的提醒 結果他的理事 也立刻被這個民眾 這個圍剿的情形 其實 其實昨天台北市議員羅志強所披露的 就是有一批網路上的人 專門幫韓國瑜去製造敵人 所以羅志強議員所提出的這個 各界一片嘩然 原來有人 專門把黑別人當販子 當做工作在做 這是太可怕了 因為這會讓我們整個網路的世界 以及個人意見的表達 通通受到嚴重的扭曲 所以凡事從事這些行業的 躲在幕後的 專門重傷別人的 黑別人的這些朋友們 希望你們停止從事這樣的一個工作 因為這種工作只是讓台灣社會 我覺得越來越不和諧而已 所以我想邱議員 他可能受到 這樣子網路的攻擊 但是是真心的 還是刻意的 有目的性的 我覺得這都有在澄清 其實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報案 我覺得這樣子讓警察 介入偵查調查 那剛才我也問了警察局局長 解放中議員這個事情 警察局已經立案來偵辦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好不好 好 請問一下 李重天有講到說 就是自經區的部分 他認為我們高雄市政府的準備 還沒有什麼充分 那這邊你怎麼看 其實我們自經區就是希望高雄的經濟 能夠脫胎換股 高雄經濟能夠大衝刺 因此 我再三呼籲 如果中央行政院要辦自由經濟貿易區 拜託優先給高雄一個機會 不管是人才的鬆綁 稅賦的鬆綁 資金的鬆綁 各方面 在高雄找到一個地點 因為我們高雄有海港跟空港 那這個區塊 能夠帶來更大的經濟發展 創造更多的價值 這是我們自由經濟貿易區 希望行政院要做的話 優先選擇高雄 我們把我們的想法跟需求報到中央去 那立法院會審查 有幾個立法院已經提出了47條法律案 針對自由經濟貿易區 一定會有反對立委 那站在高雄市的立場 不客氣的說 我們就是要我們經濟產業升值 就是要高雄市有更好的活動經濟 如此而已 好不好 請問一下資金區的顧問 在早上的時候 行政院的秘書長 那個秘書長他有提到說 您對於資金 從過去的資金那種而言 來看說您的資金區好像不太了解 然後甚至說 你在直播裡面講得很清楚了 但是他還覺得說 你的表達是有待價錢 沒有關係 因為這裡有非常多的專家 會去研究調查 但是我身為高雄市的市長 每一個環節 每一個方法 每一個計畫 可以發展高雄經濟的 我都要掌握這個機會 不管是觀光 不管是農業 不管是產業 不管是經濟發展 每一個環節 有機會 我都要緊緊抓住 就像軍事觀光隧道 兩百多條隧道 過去沒有人發覺 我也要把軍事這些隧道找出來 發展高雄的觀光 如果說 我講的不像經濟專家那樣 但是我報告的是需求 我想這樣子講 應該解釋得很清楚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目前 韓國瑜說 他認為呢 這個資金區可以讓高雄 觀光跟產業呢 都是整個大幅的發展 而且每一個環節 他們都不想放過 就目前掌握這些消息